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由于本期节目内容较多,大雄先做个简单的提要 1.减评伊朗总统坠机的阴谋论 2.无推迟大选符合宪法规定,并依法履行了批准程序 3.无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西方伙伴尽快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先进战机 4.援武国际同盟第二次协调会线上举行 5.俄军方高层烧一股旧部全出局 6.勿军击退所有俄军进攻,单日兼敌1380 伊朗总统疫情9人乘坐的直升机,因浓雾碰山导致击毁人亡 简体中文网络上出现了各种的阴谋论 有的说是美国人所为,有的说是以色列所为 有的说是伊朗内讧所知,我简单的说点个人看法 1.目前所有的阴谋论猜测都毫无证据 全是不入流的媒体瞎逼逼 迎合无脑受众的心理需求偏流量 伊朗官方公告中将这起空难定义为技术故障 2.直升机因恶劣天气撞山 这样的飞行事故不胜美举 比如,美国NBA巨星科比及其女儿 就是因为天气恶劣乘坐直升机撞山云岸 3.三年前台湾军方高层乘坐的直升机 也是因为农牧中撞山坠机遇难 3.相对于其他交通工具 总理来说,直升机的事故率较高,较不安全 就此而言,我真的为国内现在疯狂炒作的 所谓低空经济捏一把汗呢 当然,我相信国产直升机安全性能世界第一 能从容的应对任何恶劣天气 绝不是美国那种技术落后国家生产的直升机可比 坚信国产直升机各项技术性能世界第一 我的担心就是启人犹天 4.伊朗总统坠机事件 对伊朗政局和中东局势不会产生任何一丝一毫的影响 5月20日是泽连斯基原本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天 依据乌克兰的宪法和相关选举法律的规定 国家处在战争状态时 仅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 可推迟总统选举 此前乌克兰议会一致通过决议 总统和议会选举推迟到战争状态结束后举行 这两天我在国内各大门户网站上看到许多媒体 转发俄罗斯媒体文章 质疑泽连斯基总统的合法性 我可以负责任的讲 这是俄罗斯信息战宣传战的一部分 这类文章罔顾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 乌克兰推迟大选到战后举行 符合乌克兰宪法和相关法律 并得到了议会批准 因此 除了俄罗斯媒体 没有任何的国家政府和国际知名媒体 质疑泽连斯基总统职务的合法性 第二 乌克兰是一个多元社会 有众多的反对党和独立媒体 但在推迟大选这件事上 得到了社会各界各主流媒体 各个政党和议会各派的一致支持 他们一致认为 眼下乌克兰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 抵抗外来侵略 第三 泽连斯基及其领导的政府 得到绝大多数乌克兰民众的拥护 假如不是担心选举会分散社会注意力 如其举行大选的最大赢家 无疑是泽连斯基及其所在的政党 5月20晚 泽连斯基在每天例行视频讲话中说 他与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 当天就最新的战况进行沟通 目前俄军正在恰西夫亚尔市地区 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哈尔科夫地区的利普齐地区 和其他的战斗地铁 大量的使用威力巨大的制导航空炸弹 即滑翔炸弹 这迫切的需要增加防空导弹系统 以及加快空军 向新型战斗机过渡的准备工作 他说 不幸的是 在这两项任务中 自由世界仍然缺乏效率 不过 我们仍然与几个合作伙伴 开展了有希望的工作 正在尽一切努力 确保这一天尽快到来 届时 我们将能够为我们的东部地区 哈尔科夫 苏美等城市 增填爱国者防空系统 他感谢那些理解乌韩当前迫切需求 并正在为之努力的国际伙伴 子莲斯基之前提出 希望蒙古能再增加七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同时援助120到130架F-10战机 德国正在积极为此奔走 美国也做出了积极回应 不过 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尚未获得他想要的全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以及足够数量的F-10战机援助承诺 拉姆斯泰英国际援武同盟第22次协调会 5月20日以视频方式举行 乌国防部长乌美罗夫透露 会议重点协调加强对乌重武器的援助 包括坦克 装甲 运兵车 榴弹炮 以及防空系统 及配套弹药 乌美罗夫表示 我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宝贵的帮助 及时和全面交付已宣布的武器至关重要 在当天援武联络小组士兵会上 与会者讨论了进一步支持乌军的计划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会上宣布 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950亿美元的武器弹药 他说 目前将重点关注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 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在发言中 援引英国情报部门的数据说 在更长的时间内 俄罗斯将没有足够的人力 俄罗斯已经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这不仅是因为人口老龄化 还因为很大一部分男性劳动力在前线 沙普斯认为 未来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困难只会增加 沙普斯表示 如果所有的西方盟国都响应英国倡议 在未来六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强务力的援助 我们就能利用俄罗斯这一弱点 让俄乌战争拖垮俄罗斯经济 沙普斯这个最新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阵营在俄乌战争中的战略意图 通过高强度的消耗战来彻底的拖垮俄罗斯 也就是我一直以来所说的温水煮青蛙 慢火炖大鹅战略 荷兰国防部长在当天视频会议上宣布 荷兰将向乌克兰武装部队移交带有遥控作战模块的YPR步兵战车 荷兰之前向乌克兰提供了200辆同类步兵战车 在战场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当然 其综合性能远不如美国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5月20日在援武联络小组第22次会议上重申 美国政府不支持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他同时含糊地表示 使用美国援武武器对付威胁乌克兰的空中目标有所不同 但他拒绝做出具体说明 奥斯丁的最新表态跟我一直以来的判断是一致的 美国政府禁止乌方用美国援武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 但使用美国援武防空系统打击俄罗斯领空中 靠近乌克兰的军机则是美国默许的 之前是我依据已经发生的真实所作的 个人猜测 现在得到了奥斯丁公开表态的印证 这证明美乌之间在如何使用美国援武武器方面 一直是有密切沟通的 埃查尼亚总理卡亚卡拉斯于5月19日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一些北约成员国已经派人在地面上训练乌克兰的士兵 卡拉斯透露的这个信息我之前也多次提及了 可以确定英国加拿大和法国都向乌克兰派出了军事教官 在乌克兰境内培训乌克兰军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签署命令 解除了萨多文科上将俄国防部副部长职务 取而代之的是前经济部副部长 现任联邦委员会会计室审计员奥列格萨维利耶夫 萨多文科上将自2013年1月起担任国防部副部长 可能面临腐败指控 之此俄军高层中的烧一股旧部全部的清理出局 一个不剩过去24小时 俄乌双方共发生了95次战斗 主要发生在顿捷茨克州基础线上 俄军对哈尔科夫的北部边境的进攻明显放缓 乌军当天在这个方向歼灭俄军26人 击毁了15件俄军装备 俄乌战争爆发第818天 乌克兰总参部公布过去24小时 俄军战损如下 歼灭俄军1380名 累计俄军49.5亿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15辆34辆装甲车 一套火箭发射系统 四套防空系统72辆油管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六套特种设备 42门火炮拦截了54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两枚导弹 大雄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乌军官兵损失约为10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比例同样为1比1 另有约2.1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乌克兰为保卫家园殉国的战士将来比融归天国与上帝同在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认可大雄的节目 不妨给大雄一些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上有你们